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前陣子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起勢翻牆到美國的社交平台Twitter 不斷發表一些毫無科學根據的美軍員討論 於是觸發到美方傳召中國駐美大使崔天海 進行交涉和抗議 特朗普的長子唐納德 近日在另一個社交平台Instagram 忽然間分享了一條短片 這條短片拍攝著一名香港人拿著一支港獨旗次 喊了一句口號 這句口號就是 Donald Trump Don't Trust China 即是叫特朗普不要相信中國 唐納德這個舉動 擺明是要幫他父親出一口氣 就是要向這名大言不慘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開炮 唐納德在短片旁邊還寫了一段文字 到底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他一般都不會分享這類型的影片 只不過由於中國外交部的人員 竟然發表這些美軍員討論 將責任推向美國身上 令他認為是時候要說出真相 同時他就希望 部分美國傳媒以及部分民主黨人 包括拜登就要認清事實 知道中國政府並不是一個誠實的夥伴 只不過是想怎樣稱霸世界 故此唐納德經常強調 一定要擁有屬於自己的製造業 以及自己的供應鏈 而且他還提到 不相信他不要緊 你看看中國政府在幾個星期之前 仍然拒絕世界最先進的疾病 預防及控制中心的專家 進入中國幫忙 你就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至今仍然認為中國政府是懷著好意的 那個一定是傻子 這段文字對於部分美國政界中人 以及媒體從業員來說 簡直是一個當頭棒喝 當美國已經被中國外交官 踩到上心口的時候 竟然沒有人出來反擊 甚至有些專欄作者 還在西媒上寫一些文章 吹奏中國的經驗 你也要為美國自己發聲 唯有靠特朗普總統 以及他的長子唐納德 走出來捍衛美國人的聲譽 說出真相 如果不是 這段歷史就會很快被散改 至於中國方面有什麼反應呢? 根據官媒 《中國青年報》 今天發表了一篇文章 標題是 《停止妖魔化外國的防控》 《國人世界觀別被毀了》 裡面寫的文章 簡直跟之前一段時間的官方文宣 有著180度的轉變 到底他是怎麼寫的呢? 他寫到 確實到這個時候 我們的國家和民眾 付出了這麼沉重的代價 有些人還用那套自我膨脹的語態 用代價去炫耀 用教訓來當雞血 用妖魔化別人的努力 當調漢的材料 利用信息不對稱 令人擔心 我們對世界防控的努力 對其他國家的具體情況 真是知道甚少 正規的媒體 只是每天抽象地說的數字 很容易對世界形成誤判 人們對其他國家的了解 很多都是來自自媒體和營銷耗速遞 令人擔心的是 有些自媒體營銷耗 缺乏公共平台公共媒體的專業和權威 沒有受過專業和倫理的訓練 以流量和盈利為追求 熱衷於迎合圈層需求打造爆款 並且沒有客觀、真實和教全面的反映 其他國家在防控工作上的進程和努力 為什麼突然會寫這麼發人心醒的文字呢? 是否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他的長子唐立德 在發工以後 就整篇文章出來回應一下呢? 但我不太相信這些官方媒體的文章 是處於一個主旋律的地位 首先這篇文宣 就將妖魔化外國的責任 歸咎於那些所謂自媒體和營銷耗 但我們明明就記得 有些詆毀外國的文章 根本上就是一些官媒的網站發佈的 而且 這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他明明是一個官方有跡涵的人 若然他不是得到默許的話 他為什麼可以不斷翻牆發表美軍元頭論呢? 至今這位趙立堅發言人 都沒有遭受到外交部當局的處分 而且沒有得到任何警告 還不是默許這樣說? 所以這篇文章只不過是為了 過去一段時間 一些官方人物或官方文宣 發表了一些過頭的說話 而去推卸責任 純粹是擺下姿態 相信都不會對這些言論作出整頓 叫做回應一下特朗普總統和他的長子唐納德 一段時間以後 肯定就會固態復盟 講完這件事以後 又講講本地的情況 原來自從今天開始 這個昂平360的纜車正式恢復營運 營運的時間是逢星期五到星期日 上午10點到下午4點 在復辦的首階段 這個昂平360 就不會設置現場售票 如果大家要回答 就需要登上港鐵網站 預訂車票 今天就是復辦的第一天 到底現場情況如何? 在今早早東沖纜車站一帶 人流非常稀少 而且一個外國遊客都不見有 全部清一色是本地人 根據現場觀察看到 有些員工會為乘客量度體溫 亦有擺放一些搓手液 而當乘客下車以後 清潔人員馬上會以一比九十九的漂白水 來清潔藍車的車廂 有些本地人沒有看到通告 結果山場水縣去到東沖 猛成成才摸門釘 他們說對於昂平360這個安排 表示不滿意 而且說在家裡運得太久都會抑鬱 所以要出來交遊 這樣說 這件事又是多麼奇怪 明知現在處於一個非常時期 還說留在家會抑鬱 我真是寧願留在家裡 都不寧願把自己 處於一個這麼高風險的位置 實際未來至少半年的時間 大家都需要改變一下生活習慣 包括無法外遊 因為目前很多國家都採取一個鎖國的政策 基本上你去到就算讓你入境也好 你都要入中心睡14晚 所以如果真的要旅行的話 就相當不便 乘飛機已經坐了半天 去到原來還要睡14晚 那我不知道你要請多少日假期 才可以完成這個行程 當你回到香港以後 又要自我閉關14天 這樣的情形下 就會使得外遊意欲大幅降低 今晚特區政府就有宣布了 對於英國、美國和愛爾蘭 就會發出紅色外遊警示 來自這三個國家的旅客 以及埃及的旅客 抵港以後都需要自我閉關14天 我覺得這是好事 完全是贊成 因為這些其實都是何柏良總監的建議 到底這個昂平360 上面又怎樣呢? 原來上面一樣都是拍烏鷹 因為沒有自由行的旅客 至於有些人 就說明說不擔心 有些旅客怎樣說呢? 本地人 她就說 平時喜歡幾時來就幾時來 現在限時限刻就很難掌握 不過我完全沒有擔心過 一放假的時候 肯定就會一家大世外出 這些人是自私的 為了滿足自己滾街的慾望 不想留在家裡的慾望 將自己的父母、子女的安全 都置之不顧 不只是你的 可能你大命 那你父母又怎樣? 你子女又怎樣? 這些人是不知所謂 至於山上的昂平市宅的生意又怎樣? 原來過年以前 每天都起碼做八千多元的生意 現在就縮到下去 只剩幾個水一天 這個都相當正常 沒有自由行的旅客 根本就沒有客到 又說一下 關於國泰航空的機票 風搶的情況 因為目前英國首相約翰遜 就採取了一種五毛措施 即是說 什麼都不做 就這樣坐在那裡 於是就令到很多 香港的留學生 以及是留英的香港人 就要搶著買機票回香港避世了 現在就是根據網站看到 原來直行的機票 由倫敦希斯路基場回香港 要去到兩萬四千多元一張票 所以真是一票難求 如果要省錢的話 其實就可以買一些中轉的機票 比如說先去新加坡 再回來香港 其實價錢會便宜一大截 但時間當然會長很多 現在官乎英國的情況 簡直就是和約翰遜的頭髮一樣 一團糟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